美国联整会21号公布本月初会议纪要 强调通膨依旧高于其目标 短期内无降息可能性 如果通膨下降的进展不足 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从此去公司执行长职务后 就一直在抛售亚马逊股份 外媒报道贝佐斯正计划出售价值约10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314亿元的亚马逊持股 日本媒体报道 台积电正考虑在日本雄本盖第三座晶圆厂 生产先进的三难里晶片 对此台积电指出 目前正专注评估在日本设置第二座晶圆厂的可能性 没有更多可以分享的资讯 牛仔裤大厂年薪无预警宣布关闭后龙厂 原因是缺工严重 以及全球通膨亚以消费市场需求 官场影响约700名员工 22号股价跌幅一度超过7% 年薪全盛时期 员工人数曾经超过15000人 而且在海面外都有射点 包括中南美洲 非洲 越南等地 新台阶室真理报道